好,概念八,概念八我们来看一下矩形的对角线 这个矩形的对角线呢,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结论 矩形的对角线会互相评分 而且呢,会等长 两条对角线会互相评分,而且等长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了 那互相评分这件事情很容易 因为呢,矩形呢,我们之前说过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种 它既然是平行四边形,代表平行四边形对角线互相评分 矩形的对角线也会互相评分 这个是很容易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AO呢,会等于CO 那BO会等于DO 好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现在问题在于说,AC跟BD会相等吗 那我们要看一下AC跟BD会不会相等 那先找两个三角形来判断 那找哪两个呢,我就找这个三角形 这个ABD这个三角形 还有呢,另外一个三角形 另外一个三角形呢,叫做三角形ACD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我找这两个三角形,我证明它会全等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AC就跟BD会一样长了 那这个怎么证,我们来看一下 好,老师把这两个形状呢,先把它拆开来 放在旁边,给大家看一下会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图呢,它有重叠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呢,有时候你在观察上面就会比较不方便 好啦,首先呢,首先我们就知道 这个,这是举形嘛,就长方形 长方形的这个对边,对面的边会一样长 而且长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好,再来还有一边 AD边跟AD边是共用边 共用边它就会相等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第一个,从AB等于CD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角A等于角D等于90度 第三个,AD等于AD共用边 所以我们就知道三角形ABD 就会跟另外的三角形 这个DCA会全等 这是什么全等性质呢 边相等写一个S 角相等写一个A 所以它是一个SAS全等性质 全等了以后,当然AC就会等于BD 所以呢,AC跟BD会不会相等 会 因为我们刚刚证明出来了 这ABD 红色这个三角形跟绿色这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会全等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AC跟BD 这两段呢,其实就会相等 意思是说 举形的两条对角线呢 不但会互相评分 而且会一样长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旁边再给你看一下 老师在笔记栏这边呢 画了一个长方形 也就是画一个矩形 那它的两条对角线呢 会互相评分 这两段相等 AO等于CO BO等于DO 好 AC又会跟BD一样 也就是说 其实这四小段呢 其实它应该都是一样的 它应该都是一样的 AO BO CO DO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跟同学特别来做个说明 这个OA OB OC 跟OD 在长方形里面 它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长方形的对角线互相评分 而且会一样长 好